現在我這個食譜的比例 都試了幾次才試得出來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們做一個無論是節日送禮還是作為散水餅都非常適合的雪花酥 雖然材料步驟非常簡單 但網上時不時都會有人做失敗 今天我們就來拆解一下失敗的原因 看看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 好 事不宜遲 我們開始吧 材料就有以下這些 餅乾我就用了加拿餅 和棉花糖的味道夾在一起 平衡一點 你可以照用甜餅 例如瑪莉餅那些 但就擔心會比較甜 棉花糖是融合了這麼多種材料的橋樑 所以千萬不要用奇怪牌子的棉花糖 隨時會遇到溶不到的情況 在超市買這一隻就一定沒死 而且比例要拿捏得很好 加太多就好像變成吃牛窄糖 加太少的話 雪花酥就會很乾 而且好像在吃普通餅乾 現在我這個食譜的比例都試了幾次才試得出來 奶粉呢 水果乾 用哪種水果乾都無所謂 還有紅莓乾 如果沒有士多啤梨乾的話 它的角色就會相對重要一點 因為始終有些水果的清香 味道會比較豐富一點 和相對沒那麼膩 而果仁的種類真的會隨便 瓜子杏仁花生合桃全部都沒問題 我自己就特別少少用了腰果和開心果 事不宜遲我們開始煮了 首先我們用最小火去煮牛油 記得要全程用最小火 不然牛油會焦 而牛油的份量決定了白色糖部分的質感 加太少會令糖變得死死實實 所以比例不可以隨意生減 剛剛好融化的時候 就可以把棉花糖放進去 由於棉花糖是魚膠造成的 所以它預熱就會融 不過記住棉花糖要用小火來煮 相信大家BBQ的時候都試過燒棉花糖 如果放得太近的火 就會全部焦掉 不僅可能會焦火 而且裡面還是硬的 所以如果我們現在大火煮的結果都是一樣 然後恭喜你 你可以重新去買過棉花糖 相反如果放得太遠的火 棉花糖就會變成一坨東西 但它的表面還是白雪雪 未變到金黃色的 不過其實我們今天就是要這種效果 我們要它融掉一坨東西 像漿糊一樣 可以稍微弄碎一下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關火 然後把我們的水果乾 果仁 還有奶粉 都均勻它們就可以了 最後一步就是加上餅乾 現在務求令到它均勻了 餅乾有些食譜會弄碎它 我建議反而不用弄碎 整塊可以令到雪花酥口感更蓬鬆 不過餅乾的比例也是很重要的 太低不如做牛砂糖算吧 太高雪花酥就會變得很乾 好像在吃普通餅乾一樣 然後我們可以把我們的模子 放滿了奶粉 無求令到它一陣子不會黏底 我們把我們的混合物 可以全部倒進去 那我們就可以壓我們的餅乾 我們的雪花酥 少點奶粉 如果做給人的話 還是稍微戴上手套 再加多一點點奶粉 所以大家明白為何我的食譜 本身會少了奶粉 如果一開始又加很多 奶粉味就會濃到蓋過所有東西 我們現在有它室溫 放大約半小時至1小時 它就會冷卻 等它全部都固定 就可以拿出來切 越看越像馬仔 原理真的挺像 切成3cm的正方體 這裏就可以切到7x7 即是49件 有士多啤梨的地方也很漂亮 最後放進包裝袋 用封口機封起來 就可以送給人 做好密封狀態 最多放大約2個星期都沒問題 大家記住試試 講了這麼多重點 希望大家一次成功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讚 和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如果想給留言 記得在下面留言 我們下條影片見 我們下條影片 點讚 我們下條影片